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贝敏 来跟进KK便利店阿拉字眼袜子风波的最新进展 早前在网上出言侮辱伊斯兰的华裔男子 今天被控不当使用网络罪名 他俯首认罪被判处6个月监禁和罚款12000令吉 而另一边乡 武吉阿曼刑事罪案调查局总监苏海利今天宣布 已经完成相关的调查报告 并建议提控涉事的KK便利店 以及新建昌私人有限公司工厂 目前还在等待总检查署的定夺 35岁华裔被告卓伟龙 尽管在事发后已经公开道歉 但是今天伊利被提控上庭 他也是继昨天一名沙巴男子出言不逊被提控上庭后 第二宗被控的案例 卓伟龙被指在3月18号透过面子书账号 Chuk Y Lung发表乌鲁伊斯兰的言论 伤害了阅读此贴文的网友 因而抵触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的不当使用网络条文 被告承认有罪 判处6个月监禁和罚款12000令吉 由于卓伟龙没有委任代表律师 也不了解法律的程序 他在俯首认罪和听闻判决后满脸愁容 随即向法官求情并没有等待求情环节 另一方面 吴吉安曼刑事罪案调查局总监拿督斯里苏海利 今天早上召开记者会指出 警方针对此案已经开启4中调查档案 并建议提控涉事的KK便利店和新建昌私人有限公司的工厂 但是目前仍在等待总检察署的定夺 他说警方目前已经接获143宗投报 并且已经录取174人的口供 包括便利店创办人 店员和罗里斯基等等 并且充公了14双印有阿拉字眼的袜子 贩毒集团每个月花3000令吉租下住家作为藏毒仓库 为了不让警方发现又是刷漆又是画画 用满满的卡通图样将屋子打造成幼儿园的假象 尽管如此还是难逃警方发言 整间屋子超过1000万令吉的毒品被全数充公 还逮捕了一名本地看守员 警方根据情报 在本月19号到龙市交赖 逮捕一名38岁华裔男子 得知他去年年尾开始 被贩毒集团以5000令吉请来运毒 以及看守一个位于雪州安邦的毒品仓库 过后在嫌犯的指引下 警方来到一间外表看似幼儿园的住家 在外墙看到的卡通图案和五颜六色的游戏 竟然都是贩毒集团特地雇人设计的 警方正在调查屋主的身份 这个幼儿园里竟然藏着市值大约1080万令吉的冰毒 五载丸和高纯度海洛因 不仅如此 贩毒集团为了走私毒品时不容易被发现 竟然用饼干和藏毒 甚至是用全新的蓝色包装 替代手法老掉牙的茶袋 这批毒品可以供82万6千人吸食 主要销售到本地市场 尤其是巴生股 换个焦点 20岁的华裔青年沈俊明 因为父亲是大马人 母亲是印尼人 加上是婚前生子 导致他出生后没有公民身份 在生活上面对很多不便 从他五年级开始 家人就通过各种方式为他申请公民权 而沈俊明的唐叔沈宝兵也分享了 为申请公民权被诈骗5万令吉的经过 沈宝兵指出 最终在公正党巴达林在野国会议员李建聪的帮助下 今年成功拿到大马卡 而职儿最近也能够准备考车了 今年3月初发生的女富商住家 被盗走350万令吉财务一案 时隔将近一个月后终于破案 警方找回总值210万令吉的失窃财务 并逮捕包括首脑在内的四人 而这个贼党专门挑选爱炫富的网红和富商下手 吉隆坡总警长拿督阿拉乌丁 昨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雪州警方在本月5号逮捕4名涉案的乌一男女 首脑是其中一名36岁的乌一男子 他拥有20项犯罪前科 私人跨雪龙和吉兰丹三个州属 干下多宗抱歉案 主要目标为喜欢在网上炫富的网红和富商们 我们能够取回池 我们可以称赞红和富商 我们在赞红和富商御得到四佢 四佢兹 四佢兹是项和富商 这一佢养价佣 除这个佢兹是吗 我们也能够取回池 赞红和富商 14葡萄护膜 2剪刀 7剪刀 7剪刀 1剪刀 1剪刀 2.1 阿拉乌丁解释 警方逮捕首脑后 在对方的指认下 跨周到柔佛居鸾某河流 寻货女富商的保险箱 打开保险箱后 看似空无遗物 但是细查后 竟然发现暗格内 还藏有超过2公斤重的4条金条 市值大约100万令吉 原来是嫌犯没有注意到 暗格还有东西而丢弃 网络上流传一名男子手持一把手枪 在路上公然恐吓 吓得一名轿车司机和乘客 立刻将车驶离现场的画面 雪州嘉莹警方调查后证实 此案于本月19号早上大约10点55分 在雪州郊赖敦湖县翁镇发生 持枪男子拥有合法持枪执照 目前已经传召该男子录取口供 并扣查对方的手枪 初步调查得知 报案者也就是拖车员 准备到上述地点拖走一辆 拖欠银行贷款的轿车 但是物易嫌犯出面阻止 一怒之下亮枪 保护女儿的车不被拖走 雪州八达林在野白沙罗某购物广场的保安员 前天早上八点报警指 他在该商场的坡车厂停车阁 发现一个被遗弃的不明行李箱 打开一看金件满满钞票 竟然有大约现金50万令吉 雪州总警长拿督胡仙 昨天早上才呼吁钞票的施主现身 晚上就证实警方已经接获一家公司 在雪州沙阿南的投报 指这笔巨款是属于他们的 但是是否属实 还需要警方进一步调查 摘阶月市集是一年一度的马来美食大盛宴 在槟城新关大广场的摘阶月市集 就有一名椰浆饭小贩 以玻璃多销的方式 一包椰浆饭只卖一令吉 结果生意滔滔 他一天内可以卖光12桶饭 自从外国抖音旅游博主宣传 上述市集出现大马摘阶月市集 最便宜的食物后 中国报记者日前到访该市集 发现这一档最便宜的椰浆饭摊 名为Farina Cafe 顾客络绎不绝 看似小小的一包椰浆饭 其实里面有八分之一的鸡蛋 姜鱼仔 米饭和满满的三把酱 简单又不失美味 让人食指大动 小贩阿敏说 在意义非凡的摘介月里 大家都可以买到便宜且好吃的椰浆饭 便是他的心之所望 宾城大伯公街福德祠 今年第一次举办花姑庆圣诞 多名远道而来的善信 纷纷前来参拜 更有专程为儿女姻缘之事 从几打跨州前来祭拜的善信 除了求姻缘 也有求工作人员 贵人员的善信 来来往往满是人群 海珠宇无数大伯公庙会长胡新叶指出 其实花姑神像至少十几年前 便已经存在在福德祠 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花神 以及代表之花 而今年庙方商量着 希望在中秋节后 能够让信徒根据月份 祭拜不同的花神 信徒可以根据自身农历生日月份 前来祭拜对应的花神 或许会更加灵验 接着关注国际消息 美国德州和墨西哥边境 周四早上有超过100位移民 冲破铁丝网 跨界进入美国 部分警卫队人员被人群撞倒 情势一度紧张 随着春季移民浪潮开始 美国德州爱尔帕索边境 出现大约600名移民聚集 而德州国民警卫队试图将成年男子 父女和儿童分开 其料大量男性移民竟然冲向警卫队 有的还试图冲过铁丝网 尽管最后部分移民举手投降 但是也有人试图钻进或者是爬进美国境内 甚至还撞倒警卫队成员 移民群众大部分的儿童和妇女 已经被安排在另一个地方 准备接受入境庇护手续 美国将在周五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提交一项决议草案 呼吁立即在加萨地带停火 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人质协议 由安理会15国表决这份草案 而其内文是跟安理会成员国 咨询多伦后协商而成 换个焦点 苹果公司因为涉嫌垄断智能手机市场 伤害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 以及哄抬价格 被指抵触了反垄断法 美国司法部和15州将对苹果公司提起诉讼 司法部指出 一部苹果手机要价高达1599美元 相当于大约7565令吉 利润比业内其他公司都来得高 不仅如此 苹果公司在幕后向软件开发商和信用卡公司等 商业合作伙伴收取费用 甚至连苹果对手谷歌也被征收费用 这些措施提高了消费者支付的价格 并且推高了苹果的利润 但是苹果公司否认了政府的指控 面子书母公司Meta旗下Instagram 即本月3号全球大档机后 数十万用户受到影响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修才恢复正常 起料 周五早上又出现问题 许多人突然遭到强制登出 大量用户无法登录和使用 有关档机问题据称只发生在美国 大约有超过5000名用户回报出现问题 但是Meta尚未说明故障原因 广西特市美食螺蛇粉近年来 红遍中国甚至杀出海外 它的独特浓烈气味也深受部分人的喜爱 中国四川成都监管部门日前突击一家 在外卖平台上有着4.7分高评价 月销量4000多份的知名螺蛇粉外卖商家 却发现到这个商家的厨房脏乱 还有增臭剂和增香剂等等 目前这家店铺已经被暂停营业 线上外卖店也暂时关闭 等待进一步整改 日本方面 当地的少子化问题导致劳动力大缺 除了扩大引进外劳之外 当局也要以其他举措网罗人才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现象 当局已经安排发展中国家的中学生 到日本上高中 并让他们在日本就业 日本人力不估计到了2030年 日本的劳动力供给预计是6429万人 而劳动力的需求是7073万人 到时候将有644万个工作空缺 其中以服务业以及医疗业的人手不足极为严重 今年的3月20号到4月4号是春分的时段 对西方文化来说象征着重生 在墨西哥中部有9对墨西哥夫妇 在本月21号通过前西班牙裔仪式洗劫联礼 目的是在这重生的一天 纪念他们的祖先和前世 新闻的最后透过镜头来看看 这特别且庄重的仪式 我是贝敏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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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